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内 背地动 我们人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背 他是洗劲不洗动 所以你的座位安排 你后面最好是靠墙 不要是走到 否则假如是走到的话 有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你会工作非常的不集中 甚至后面是窗户 也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要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的人是需要 我们人的后面是需要安全感的 所以后面最好是静的 同样的道理 你的床 你躺在上面 你的背 就是床下 你不要有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 有的时候你都觉得 奇怪 我床下好像有东西动来动去 你就睡不好 所以你就要知道 我们人的背 他是洗劲不洗动 这样子你了解了这个规则 你就可以安排你的座位 这样子就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助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